欢迎回来 总决赛上半场的比赛 依然是如此的动人心弦 紧不紧张 刺不刺激 我跟大家一样 但是趁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 大家都相对来说 平复下自己的心情 不管是上半场 暂时落后也好 还是暂时领先也好 大家都相对来说 休整一下 也给到选手 更多的一个 休整和调整的时间 在这个中场环节呢 我们也有除了比赛之外 许多的独门内容 要和大家去一一分享 首先我们将为大家来颁发 本赛季获得各项荣誉的 选手与俱乐部 属于他们的奖项 急速之路永无止境 赛道记录不是终点 你们用一次次超越 突破每一道极限 本赛季有众多选手 在赛场上留下了 打破赛道纪律的精彩瞬间 而在这其中 又有一位选手 已保持了18张赛道纪录的成绩 笑傲赛场 成为斩获 银河全速战神奖项的 最后赢家 下面我们将颁发 2023年QQ背着手游S联赛 秋季赛银河全速战神奖项 获得2023年QQ背着手游S联赛 秋季赛银河全速战神奖项的是 狼队明清 有请明清 下面让我们有请腾讯互动娱乐 天美电竞中心总监 肖阳先生 为我们的获奖者颁奖 有请 感谢三星Galaxy S23系列手机 对2023年QQ背着手游S联赛的 陪伴与支持 见证了又一位银河全速战神的诞生 作为赛季指定用机 三星S23系列搭载 第二代骁龙八一度平台 For Galaxy处理器 助力每一位赛车手 快感标速 超然表现 强悍游戏体验 实力无所畏惧 请二位注视镜头 何有留念 好的 感谢肖阳先生 请台下路的观礼 谢谢 也有请狼队宁星 发表获奖感言 说实话 最近一直在配战比赛 就没有提前准备获奖感言 在这里 就还是想一直谢谢 一直以来支持我的粉丝们 然后我们会以最好的 最好的拼搏 争取最好的成绩 来回馈大家的支持 谢谢 好的 也是再一次感谢宁星 那这个赛季 每到这样的一个时刻 其实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们要用我手中的 三星Galaxy S23系列Ultra 来合影 记录下这样的一刻 来 有请宁星 让我们共同注视镜头 要换个姿势吗 好 来 再来一张 帅 当然需要多多地去记录一下 那除了这之外呢 我们三星还为大家送上了福利 关注QB的手游 赛事官方微博 我们将以微博抽奖的方式 送出一台 27英寸三星玄龙骑士 G52A电竞显示器 二台分辨率 165赫兹刷新率 祝您急速之胜 破局而生 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 银河卷速战神 和我共同来为大家 开启我们中场环节的抽奖 好 越越试了 我看到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已经想要抽到它了 来 我们在这一轮呢 将会给大家抽取的是 S月影 镜手办 以及奇宠 火遇龙溪等多重好礼 首先第一轮 给大家抽的是 五辆S联赛专属车 S月影 它的强悍性能 能够助力你在赛场当中 快人一步 那究竟谁能够成为 我们这一轮的幸运儿 有请凌青来为我们揭晓 三 二 一 停 恭喜 恭喜以上 五位幸运的车手 我在这和凌青 其实一起可以 向着大家的目光望去 好像你已经知道 大约在哪个区域了 是不是 大概有数 大概有数了 恭喜这五位能够获得 我们的S联赛专属车 S月影一辆 而接下来 我们要抽取的是 三份极星动力车厂 代言人 静的手办 以碟之名 破茧烛光 三份手办将滑落 谁家呢 好 来 年轻 为我们揭晓一下 三 二 一 停 恭喜 恭喜以上的这几位幸运车手 希望我们静姐姐能够在各位的少分之旅上继续陪伴各位 不过没抽到的大家也不要灰心 接下来 最后一轮 最后一轮的话 是两只奇丑 火玉龙熙 相信他在赛场上展现的急速风采 已经令各位车手有所领教了 您请有什么想说的呢 抽完直接快一秒 抽完直接快一秒 这是银河全速战神时候的话 来 那究竟哪两位能抽到 有请您请 三 二 一 停 恭喜 虽然不知道在哪 但是恭喜以上两位幸运车手能够获得 直接令你成绩提升一秒 如果不是一秒 可能就是你个人实力问题的火玉龙熙 不过没有抽到的赛车手 也不用担心 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轮终极大奖 在等待着大家 好的 也是再次感谢明星 为大家带来的抽奖 请到台下 露却休息 谢谢 也希望大家会在比赛里边 能够继续发挥的如此神勇 那接下来 我们将公布的是 2023年QQB这手游 S联赛秋季赛 微博势力榜 最佳竞速选手 微博势力榜 最佳道具选手 微博势力榜 最具影响力 俱乐部三个奖项 全力当先 急速飞驰 你们的表现 不仅征服赛场 也同样征服人心 我宣布 获得2023年QQB这手游 S联赛秋季赛 微博势力榜 最佳竞速选手的是 狼队 林青 恭喜林青 获得2023年QQB这手游 S联赛秋季赛 微博势力榜 最佳道具选手的是 狼 获得2023年QQB这手游 S联赛秋季赛 微博势力榜 最具影响力俱乐部的是 狼队 恭喜狼队 恭喜狼队获得 微博势力榜 奖项大满贯 让我们有请 获得以上奖项的选手 与俱乐部代表 登台领奖 再次恭喜各位 下面让我们有请 腾讯互动娱乐 天美电竞中心总监 萧扬先生 为我们的获奖者颁奖 有请 请领导与俱乐部代表 共同注视镜头 何影留念 好的 感谢肖阳先生 先到台下落子观礼 谢谢 同时也有请 复兴体育副总裁 腾飞飞女士 发表获奖感言 大家好 我是狼队电竞 腾飞飞 不论是多少次 站在这个领奖台上面 我的心情都是受宠若惊 感谢粉丝们的不懈坚持 把你们对狼队的爱 融入到每一次的投票当中 然后把我们一次又一次的 带到这个舞台上 你们是选手最大的后盾 那今天比赛还没有结束 希望我们今天的表现 能够不负大家的期望 谢谢 好的 感谢分享 请各位到台下落座休息 谢谢 比赛 比赛并非一人之力 携手并进 同行进取 各位的故事在这赛场内外 都是一段佳话 下面将颁发的是 2023年QQB这首游S联赛 秋季赛 最受欢迎俱乐部想象 经过一个赛季的玩家应援 截止12月8号19时 狼队俱乐部以421万406票 获得2023年QQB这首游S联赛 秋季赛 最受欢迎俱乐部奖项 恭喜狼队 让我们有请狼队俱乐部代表 步行体育副总裁 彭飞飞女士登台领奖 下面有请腾讯互动娱乐 天美电竞中心总监 肖阳先生 为我们的获奖者欢奖 有请 请肖阳先生与俱乐部代表 共同注视镜头和影容面 好的 感谢肖阳先生 请到台下录头观礼 谢谢 也有请狼队俱乐部代表 腾飞飞女士发表获奖感言 大家好 很荣幸能够再次回到这个里奖台 领取这个陈甸甸的奖杯 我想说的是 S联赛的所有的兄弟战队都很优秀 大家都在不断地进步 而狼队其实是顶着八贯的荣誉和压力 在不断前行 我们唯有不断地超越自己 才值得合配得上大家对我们的厚爱 比赛还在进行中 让我们为今晚所有的选手们加油吧 谢谢 好的 再一次恭喜狼队 同时也请了同辉辉女士刘布 接下来的话呢 就需要您来和我一起 咱们给现场的各位车手们 带来最后一轮的终极大奖了 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一轮将会给大家带来的奖品 分别有小橘子手办 与三个一贯钻石的好礼 除此之外 最重磅 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 全A全T车账号一份 那话不多说 首先抽取的将会是 三份小橘子手办 来倾看大墳墓 同时请飞飞姐来为我们揭晓答案 三二一停 是的 好 三二一停 哇哦 恭喜恭喜三位 能够获得我们的小橘子手办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紧接着就来抽取三份一贯钻石 用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式 帮助各位去获得自己心仪的赛车或者套装 来 有请飞飞姐 三二一停 一万钻石在哪里 一万钻石 好像看到了在这边是不是 好的也是恭喜这三位啊 不过接下来今天最重磅的来了 全A全T车账号 想不想要 有请飞飞姐 那我要念慢一点 好没问题 三二一停 停 哇哦 十八排 十二座 恭喜 恭喜恭喜这位非常幸运的车手成为今天的欧气爆棚的幸运儿 也同样感谢同彭飞女士为大家带来的抽奖 可以到台下露露休息了 谢谢 谢谢 哇 说实话 说实话每次在现场抽奖呢也参与不进来 但是能够和各位嘉宾一起给大家派奖也是一个我看起来非常高兴的事情 不过现在所有的奖笔已经全部发放到现场赛车手的手里了 在接下来的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些新的赛事资讯和游戏资讯要分享给各位车手 究竟未来有哪些变化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各位屏幕前的赛车手们晚上好 我是小橘子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的比赛让小橘子看得热血沸腾 让我们稍作放松 下面由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些飞车赛事和游戏内容的最新消息吧 2023年秋季赛专属A车S月影将于明天凌晨0点正式上架专属攻防 这辆赛车在本届季货赛上场后一直表现强颜 打破了多个联赛记录 敬月双形态的外形及特效也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让我们一起期待它的到来吧 2023年亚洲杯冠军狼队明清荣耀定制 首辆亚洲车神共创A车即将揭晓 请赛车手们持续关注QQ飞车手游官方动态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10年车身冠火 第4章天酒门 偷走 110年车身冠火 514年车身冠火 516年车身冠火 517年车身冠火 220年车身冠火 617年车身冠火 618年车身冠火 718年车身冠火 7199年车身冠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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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走来 小橘子也想尝试地感谢各位老朋友们的鼎力支持 今年周年庆中 我们还将迎来另一位新朋友 德克市 12月底 我们将与德克市展开系列联动 在线上线下 为赛车手们提供更多元有趣的庆生体验 最后 小橘子再次邀请各位赛车手12月30日至1月1日来广州萤火虫动漫游戏嘉年华 偶遇小橘子和飞车其他伙伴哦 现场将放送超多周边福利 为大家打造一场欢乐的庆生派对 小橘子已经迫不及待和各位赛车手见面了 以上就是小橘子本次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详细信息 请各位赛车手关注QQ飞车手游各官方平台账号哦 我们将始终致力于带给大家更丰富多元极致的游戏体验 再次感谢大家六年来的陪伴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感谢小橘子的分享也让我们共同期待未来这些内容的上线吧 而现在 终场已过 究竟接下来是八冠嘉冕 铸就传奇故事 还是西蒙诞生 五载 长梦中原 比赛的胜者只有一个 下半场的比赛将注定会更加激烈 现在 选手们已经准备就绪 让把舞台交给故事的主角吧